为宣扬佛法 大高雄佛教会特别举办托波活动 大高雄佛教会为了宣扬佛法 升职托波修行不失福的姻缘 举行托波政府联活动 托波形化 让更多的民众 种福田修福报 将所得的善款 让佛教会来从事社会公益 动力就近等等来使用 我们这个佛教会举办这个托波 托波在佛陀的时代 是最如法的饮食方式 因为当时活得的时候 一个比丘 托波有几个好的重点 第一个 谁人托波就不会为伺候烦恼 信徒供养你什么 你就吃什么 所以你对这个死的执着就会放下来 第二个托波能够让信徒种福报 第三个能够让信徒和火节善言 所以能够自立又利他 那托波当下我们又不用去为了吃饭 而烦恼 为了指什么菜 而烦恼 师父带领志工信众们发心不失 让每个人心中的一亩田 慢慢茁壮成长 人能法喜充满 功德无限 由法师们带领着志工信众 一起在大殿回向 也让这个慈悲的心 再继续蔓延起来 十方新闻过问许建议高雄采访报道 到目标 到目标 到目标